如果团禁也是先击倒再击杀会如何?团禁只要没血了都是直接击杀,如果改成先击倒再击杀,游戏会有什么变化呢? 一,击杀会变得很慢,在现在的团禁模式中,我们只要把敌人打没血了,敌人就被我们击杀了。 可如果改成先击倒再击杀,那就和纪念模式一样了,敌人还可以去扶被你击倒的人,扶起来了就又可以战斗了。 即使敌人不在倒地的人旁边,你也要多用击发子弹去击杀倒地的人,击杀肯定会变得更慢。 二,玩家体验变差,在现在的游戏里我们没血了就直接被击杀,然后过两三秒就复活了,就又可以战斗了。 玩家的体验是非常流畅的,可一旦改成先击倒再击杀,那游戏节奏会变得很慢。 倒地的时候你要么等敌人击杀,要么等队友来救,万一都没人理你,你就只能等,游戏体验会变得太差了。 三,团剑规则会更改,这样一改,击杀变慢了,如果还是之前的击杀40个人才获胜,那一局的时间就太长了, 所以到时候团剑的获胜淘汰数肯定会下调,军免团剑的18把武器也会减少。 谢谢大家。 我们下期再见